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接受华盛顿特区电台WMAL采访时表示 川普总统考虑全面禁止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来美留学和从事研究 蓬佩奥说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共监视虽然不是正式间谍 但因为要给中共搜集情报承受巨大压力 蓬佩奥表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会有更多消息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盗窃美国机密 潜逃中国的事件频繁发生 还有些美国教授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将研究发现出卖给中共 蓬佩奥表示美国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门将联手合作反制中共 今年6月 川普政府下令禁止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访问学者和工读研究生的留学生入境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的报告 过去10年 中国一直是美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2018年到2019年有将近37万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名誉 综合报道